《禅宗》 我們都知道 在佛教裏頭標榜 教外別傳 就是一切佛征、征論 一切教理、佛教的正點道理以外 教外別傳 特別的傳情 這個特別的傳情也可以說是很秘密的 也可以說是很明白的 不用一切征教特別的傳情 到中國來的演變 自從佛法變成中國文化的一個大重症之後 配合了中國文化的一切 產中的聲光越來越大 當然 非常奇怪的 這個佛教的 這個宗教的 佛法的正常與命令 從中國的歷史的演變 完全配上一路線 我還是當天下太平 鬼家鄧盛的時候 也就是他的教女弘揚人才 背錯 人才 所謂背錯一背一背 一帶一帶的 一排一排的日出來了 當一個時代 衰落演變下去的時候 他也更大衰落下去 幾乎給中國文化史 給中國一部大歷史 同一步調 那麼 禪中定勝的時候 在聖堂到中堂 這個時候興起 聲光剛起來 所謂六祖 五祖六祖 這個階段都是初堂 有堂高中五載天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禪中 當一個秘密的 真正的 密宗的密宗在傳承 大家都很正配 很難找到 慢慢到了六祖以後 當然他又在廣東 啊 少官 這個 弘法 那麼 陳六祖的日武神都在 這些古書 你們大概現在交通方面 都去看過 不多講啊 那麼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有兩位 關於禪中歷史 中國文化歷史 有很大關係的 兩位六祖弟子 一個是男友 就是在富南 懷像 懲世 一個清悅 江西姓詩 禪詩 男友懷像 清悅姓詩 這都是六祖當時的 的禪中兇法的弟子 楚家 楚家人 這個時候 禪中在中國 在南方在生性 北方呢 過黃河代謝 很少數 北方這個時候 孩子講教理 修書 副教的 修書思想 比較盛盛 這個禪中呢 並不是說 不注重修書思想 是注重啊 智慧的成就 教外 別傳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有一個青年的和尚 就是我們提到的 馬祝 他在家 司馬 四川很多人 他的修家的法名呢 叫道義禪師 國國後世 江禪中啊 不大管他這個 法名 反正和尚就要取個名嘛 他也不想名 反而 大家喜歡呢 最根最大弟啊 喜歡叫他 在家的 他在家生馬 馬祝 是這樣來 我們前天講過 這個不是美洲的那位馬祝 美洲的馬祝 姓領是女的 叫領妹娘 美洲的馬祝是另外 一件事 馬祝廟在全國都有 到了全國其他的地方 不叫馬祝廟 叫天后宮 也就是馬祝廟 很多的 這是另一件事 這個馬祝道義禪師啊 四川人 他在橫山南有橫山 富南 一個人在山上 非常用功 當然現在我聽說 你們同學裡頭有幾位青年 出家裡 都非常用功 單獨在一個地方 一天都還打坐 用功的不了 才都打坐 這個一天還叫做個七八次八九次 還叫常坐在那裡 當然你這個裡頭要追問了 他有沒有看過福征 看過福法 當然 有的 不看福是吧 不看在那兒打坐幹什麼 他就要清福嘛 清道 那麼 懷讓禪師呢 他要倒去想找青年人 把這個禪中的 生法傳統集成下去 聽說 湖南 山上橫山上 有個年輕的 馬祝的所謂現在的畫像 這個畫像不是構畫 唐朝已經有 找人像 他說 很偉年 氣派很大 人家當時看到有個和尚 長得很魁梧 氣派很大 或是非常用功 都很佩服 懷讓禪師聽到了 就到南右去找他 找他這邊年輕 人家當魁梧 跟他找到了 在那兒打坐 不想我們 不想你們 你們到底不姓馬 不是馬祖 耶穌是馬祖 不知道 為什麼說不想我們 他在那兒 毛孔來打坐 懷讓老魁梧 在他前面轉來轉去看他 他眼睛都不會張開 都看你 他就不管了 不想我們 什麼意思 你們聽到一點感情 我過頭來看看了 有個人 我正在打坐 有個老人 講我很好 特別好 斷一下肩膀 給他看看 你看我坐在 坐了不起 他沒有 他不看 這個懷讓禪師看了半天 大概不止一天 因為我們這個紀錄上不會那麼詳細 叫常理在生活編的 這兩句生活編的前面都是 一定是去了好幾次試探 看了好幾次 沒 居然不動 這樣 用他功夫 不理人 這個懷讓禪師的教育法來了 這是中國文 中國的歷史上 也就是禪中世道具有命的故事 這個 懷讓禪師也不說 以後就貼貼去 等這個年輕人在那兒打坐 做得好好的 他弄一塊磚頭 弄一塊水 就在他前面一塊石頭上 當著有一點距離 咔噹 就磨磚 貼貼在那兒拿起來磨這個磚 馬祖打坐 他就磨他的磚 這樣 狗搞狗的 不注意說 馬祖阿阿阿阿阿用他的功夫 非常專意 這一點 不要誠實 啊 馬大師 後來 影響到中國 在這一部分的文化 可以影響一切多年的大任务。 攀木磚,我讓他隔離,還不管。 有一天媽就正在坐, 忽然江科也正, 想到了,這個老夫人好像來了好幾天, 在哪裡搞個什麼鬼啊? 慢慢下坐了,就看了。 他說,老師父啊,你幹什麼? 他和我母磚啊? 他磚母去幹什麼? 他說,我沒有鎮子啊? 像母磚做個鎮子啊? 那就是你,這不是開玩笑嗎? 他說,你這不是開玩笑嗎? 母磚才能做鎮子嗎? 一個磚頭沒了,還能夠做鎮子嗎? 他說,老夫人,哦,這樣。 他說,你這位年輕師父在這幹什麼? 你這位年輕師父在這幹什麼? 他說,打坐啊? 他說,你這打坐幹什麼? 打坐要征服啊? 他說,母磚不能做鎮 打坐哪裡能夠征服啊? 這一棒打下去了 這個很嚴重啊 他正式一打坐收定 你看這個教育法 他不該打了座獎,叫母磚 所以歷史上有名是母磚作證的過世 就出了馬座了,母磚作證 不行啊,不要出來 所以你成福還遠呢 母磚其能究竟 他說,那打坐也能成福啊 這下,馬座到底是不同的人物啊 給他這一棒子,無形的棒子打下來,愣住了 換句話,正是本人本身的意之咒 這個老行人來把他批駁的,沒有講法不值錢 實際上這個邏輯用得好 這種邏輯的用法在英明,叫做魚,用比魚 給人家對照一種邏輯方法 母磚其能究竟 他能打坐其能成福嗎 哎呀,扔了就不 他小的碰到高手了 那這位年成福了,媽祖就確實起來了 老師父,老師父 你說成福之路,念個這麼吧 快讓喘事告訴他 咦?他有個懷子啊,我有個懷子 我就是叫個牛主來看看 這個,他說我問你啊 平日以前讓人們要去車了 牛脫車走路 那個車子就不動了 打牛好啊 打車子,幹車啊,那個幹牛呢 這個扭車,車子拖不動了 你看,要打牛呢?還是打車子啊? 這個玩笑,懷上染死 這就是傳宗的這些大師們的教育說法 他們沒有在大學什麼 哪個教育博士的啊 用不著人家教的啊 自己的那個智慧創作的 每一句每一動每一句說話 跟後世要說 教育法的話 都是博士級以上的 就那麼高明 他譬如,跟牛車走路走路 應該打牛 還是應該打車子呢? 明來佛學院的同學們 不管男的女的 比丘還比丘 請哪一位說 應該打什麼? 這個牛是什麼? 柴子是什麼? 我們其他的人不打說 請明來佛學院的同學們 哪個能講的舉什麼? 好,過去了我們不談了啊 這個,現在我們來分析啊 現在不是你打壞了 我們都亂扯了 我們這個身體啊 我們這個身體啊 是個缺住啊 工具哦 不過呢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叫做我們的媽媽 我們的爸爸 兩個人活住了一個機器 就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上天活到 這部車子 總算從兩老那裡寄來 用幾十年好 一百年好 到底是個工具 使我們這個生命肉體的機器扭車 這個車子能夠拖得動的 以前不是汽油 不是機器駕駛扭了 這個牛肉 這個牛肉 就是我們心、精神 你說車子拖不動 打牛好啊 打車子好 媽祖因此 一點就透 就扶了 還讓禪師 就在他那裡得到了 從此以後 媽祖的名氣是非常大 可是他沒有過了 沒有過皇后一代 紅髮 他一生 所以從媽祖手下 他教育出來 他後來的教育法是更特別的很多 從他手下 所謂在唐代 在他教育出來變成大事的 七十二位 所以媽祖夢下出七十二元大善之士 七十二位 七十二位大將大元帥 文化的大將 文化大元帥 所以這個全國的 一切都知道的三家的文化 受他影響多大啊 他的手下七十二元大善之士 我們提到有三禪師 我們提到有三禪師 也就是他的弟子之一啊 多了不起 可是媽祖啊 他聲光那麼大 四川人 四川人啊 請 成都人 一聽到 或 江南 有一位大師 道義傳師 大王子 高的不太亮 高的不太亮 想辦法請他回 四川來 到青都來 大根媽祖也想回去看看 這個 他到了青都 哦 多少人出來凝結他 一見一看 誰啊 他的 這個 現在青都還有沒有 不知道 我們在青都的 這幾位老朋友 北門 有個薄雞 買薄雞的 是吧 一看了 大家說 哎呦 我以為什麼了不起的 大師 媽薄雞的兒子 媽媽 人就這樣 回到家家媽 她的父母啊 做老公的 那個主子啊 變成薄雞 他說媽薄雞的兒子 家事不夠高明 不夠學 味道就兩樣 媽祖笑了 最好媽祖講兩句話 修道不緩香 緩香道不香啊 當然不一定了 你們也聽了 這是講他的故事 修道不緩香 緩香道不香 就是 當然 只會你 就要統治 鐵下的帝王 人家 怕你那個喘味 動不動 宰了你 四十日子 修道不緩香 這給我們插過來 拿破崙也講過的 這是拿破崙話 有人指別引用 用錯了 一輩子 是他的太太 懂他的前後病 這個老病跟他的 這兩個人前面 永遠他不是英雄 是這個道理 越穿正了 當年看你長大的 又是家鄉的老頭子 這麼 這位大師 當時小孩子 我知道 我還拉過他耳朵 算不能這樣講 你大師 當於朱月將當了皇帝 朱月將當了皇帝 都說朱月將殺人很多 他也很有感情的 所以朱月將當了皇帝 當時有位一起的 年輕的小兄弟在羅南 在弄成苦的時候 叫田興 這個人也像了不起的英雄 朱月將當了皇帝的時候 下命令全國叫田興不出來 武功很高 啊 田興 很了不起 後來 朱月將已經當了皇帝 非常懷念他 一路找他們 後來有人 地方讓報告 有個地方上來 地方除了火災 老虎 福災 老虎 啊 結果有一個人 一個人 打死了好幾頭老虎 為地方取害 朱月將一切都報告 沒有第二人一定是田興 叫自己的秘書 秘書 秘書 秘書長 皇帝前面這個時候 他書讀得不太好 不管用功 他也會了 啊 當活上出生 活上去花園 碰到大摘荒 花園 花園 花不到 套飯也套不來 別的沒有辦法 就娶你當了皇帝 當了皇帝 當了皇帝以後 有一天在宮廷裡頭 給他的老婆馬皇后 歷史上第一個 可以說第二個 先後 在老婆的大腿上一拍 嘿 看我們兩個當年 為了沒有飯吃 出來亂幹 誰走到今天 我當了皇帝 你走到皇后啊 在家裡這樣玩玩 這個夫婦子傑平常的話 他將來一拍太太的大腿 皇后大腿 就出去 旁邊兩個太監 這個媽皇后 在了解周遠章 問兩個太太 你剛才都看到 聽到了 等一下皇上回來 你就殺你的頭了 你趕快亮開 一個給我裝 啞巴 一個給我裝籠子 千萬 什麼都沒有聽見 更不要說 拍我的腿啊 講這些話 不能幹 等一下周遠章 周遠章 不對 死了皇帝的為年 趕快回來 兩個太太 你兩個我剛才講什麼 一個裝啞巴 這個媽皇后講話 哎呀 皇上不要做心了 一個籠子 一個啞的 嗯 那好 出去 不然他就殺了他 所以馬皇后一輩子 真是了不起 好多的好事 所以馬皇后 死了以後 周遠章 一輩子 沒有再討 第二個他 沒有 離第二個皇后 非自有了 但是這個正位 始終虛弱 他懷念他 泛濫的福氣 那麼好 那麼好 又去馬皇后 死的時候 周遠章 傷心急了 這個泛濫啊 創孽的夫婿 同時起了革命的啊 沒有飯吃 太太偷來餅給他吃 偷餅偷出來 在家裡 放在懷裡 把一隻奶奶太燙了 燙壞了 啊 這樣的 這個感情的恩情 所以他難過極了 不過周遠章 到底內行 周國和尚 他非要 慈禪產師來聚和不可 這個頌香 要這位大和尚 周遠章統治西藏 你看本事使用的是 那個內行就是 西藏派兵什麼搞的 那太麻煩了 花樣多得很 他在明朝去本年 周遠章去 派兩個中國大師 湖上一道西藏 宗教外交 宗教政治 太太平平的 這個湖上當時 慈禪產師 借江 台州人 溫州改備 黃耀明 是問號 他麻煩好死了 後來吃他產師 他就派他到西藏 蒙古這一帶 不是什麼官呢 就是給一個封號就進去了 一個西藏一個蒙古 一個和尚一手就安撫下來 就平了 這件事大政治家 因為他那個和尚出生 因為他內行復發他懂 所以麻煩好死了 啊 又空當出病的那一天 當那許都叫鐵文官 看這個日子看好的 要出病下大雨啊 赤著這個朱岳章 這個手他外面 已經有一點大梗 我看來 死人當時啊 肝腺有癌症 還在腦子有什麼東西 沒有朱醫師 也不去給他看一下 你們統中的 朱岳章 所以脾氣特別大 亂殺人 一殺人 馬皇后 一講啊 他要說就不殺了 馬皇后死了 後來死的人更多 傻的 當然 他有些生理變態 為什麼變態 所有當領袖的人 都有生理變態 我告訴你們 念著歷史的注意 當領袖的人 一個什麼生理變態呢 非常自卑感的傲慢 天下人 驕傲的人 一定很自卑的 沒有自卑感的人 絕不驕傲 哎呀 什麼了不起 自卑感的人 你看我 你不要看我 不起 兄弟想 給老子不得了 頭這麼一翹 沒有準備 跟他翹個什麼頭啊 累死了 管他 你看到我去 也吃兩萬半 看我不起 也吃兩萬半 管你幹什麼屁事啊 只有自卑感的 朱元璋 雖然當了皇帝 因為如此接納 困苦的求生 生怕這些下面人 看他不起 自卑感一來 就是變態 兄弟的精神病 朱元璋 朱元璋 對不對 你們老祖宗啊 那 當然你是看腦庫 不看兄弟庫的 兄弟庫就是變態 兄弟 結果要 趕快快馬成中 吃他人死了 酒上 結果吃他人死死 就要拼命趕 從借疆趕到南征啊 他的手住在南征啊 那個手有沒有飛機 趕完 他已經氣得不得了了 又要殺人了 這些半三四大城 這個紫三五月會 要慘了 大家嚇得發抖啊 啊 然後啊 這位和尚到了 他看到他來 心裡收回的 出兵吧 叫死天 最後下大雨 終於將趨逸死了 嘿 老忽然也到 這個忽然也不想跟他來 年紀差不多了 觀摩一句說結束了 就吃蛋了 下雨 下雨 天流淚 都是結江人的 結江口音的詩 那一命大雷啊 那一命地法哀啊 西方就拿著 他帶領一大屁服上來 童送馬如來 哎呀 各位 他真是高興啊 馬皇好幸福的 那西方就拿著 童送 我們這些所有的和尚來送上 童送馬如來 那 拿著 拿著 不是這個拿 衣服旁邊的 你這樣把他這個和尚拿進去了 不得了 哼 童送馬如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們走 將來年成多大 何人大事 這個事 不能夠與些做好的 是慘重的疾風領機就出來了 啊 童也講這一下 啊 童也講這一下 現在我們道講回來了 所以講到 剛才還是講馬如來修道 不反向 反向道不向 不要說馬如是個和尚 童也這樣就說 他那個天生不來 他就叫些民俗長都是正式喊人士問好 你學生給我請他 非來報告 大家把代表皇帝學生 拿了稿子給他看 拿文章當然很美啊 學長啊 嗨呀 他說 不行不行不行 我那個兄弟啊 鐵神啊 看來你們的文章才更不來了 我來 自己來 他拿出雙百花神 我現在完全記不得 好大的有資料 寫個鐵神 有什麼事啊 好 他寫個鐵神 中間的百花王是吧 遠章是遠章 老國啊 鐵老國啊 朱月章還是朱月章 皇帝是皇帝 你來嘛 看我的朱月章 不是看大明朝的皇帝 有種的 給我將來 給老子有種的 你就來 太好了 太好了 這就是真的 神經感人 老子兩個好朋友 啊 皇帝是皇帝嘛 朱月章 朱月章 現在朱月章要你來啊 不是皇帝要你來 你是來看朱月章 不是看皇帝啊 你有種的故將來 鐵神就來了 鐵神就來了 啊 啊 來了給他排院好久 不就關就了 咱們 這個是寧暗了 後來 歷史上也說比他殺了 不過呢 查不到證據 反正天神不就他的關 天神要嘛 自己當皇帝 啊 現在天下一定是屬於你 聖宗的 我不幹 就是這樣 朋友還是好朋友 朱月章也很念咒啊 他倒霉的時候啊 在鄉村來種田啊 他做皇帝 除了鐵神以外 也想那些種田的鄉下人啊 啊 當年在一起的請進來到皇宮 他也請了好幾個來 結果都給他殺了 為什麼殺 這些鄉巴老種田的一個 抖大的字 還認不得一個 啊 皇帝請來做朋友 在皇宮呢 又穿得好 也吃得好 啊 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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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這個這個 天安門人民大會堂 玩得很舒服 再後有空呢 給這些不將大強來講 哦 他皇帝 你不知道哦 皇帝當年給老種武 還要打他 他屁股一拳 就把他腰都打得多了 他叫哎呦啊 這個漫漫話就全到他了 你好好在那裡玩啊 吃啊 那很舒服 你將他當年又給你拳頭打到屁股踢下去了 什麼 啊滾倒了 那都毫無道理 什麼 跟老子不管 他就宰呀 那主要當皇帝可以啊 這個媽主不可以啊 所以他回到家鄉了 他媽寶吉的兒子 所以他不來 相傳 另外一道是相傳了 他回到很多自利益那一個人 利益什麼人 他的嫂嫂 他的嫂嫂 他的嫂嫂都非常聖 這個叔叔啊 出家的叔叔媽祖 一定得到了 很虔誠相信 別人看不上眼 他相信 他要媽祖傳給他 說法 那就是開玩笑 整天我不知道 不過這個故事查我十句 這個傳說 我也在四川城中聽了 他告訴小小 你要說福 想得到政府很容易 你弄個雞蛋 掛在牆頭 每一天早上晚上 才去家庭 有一天雞蛋跟你說話 你就得到了 這個嫂嫂就很相信 就把弄個雞蛋掛在牆頭 牆頭 雞蛋怎麼掛 我請到你們 就為 一定有個辦法掛起來 雞蛋掛到 懸空掛到 這個嫂嫂就叫媽祖的辦法 叫人家去聽聽 我要睡覺以前也去聽聽 聽了好久 好幾年 出來這個雞蛋掉下 咚 打破了燒燒 開悟了 大車大悟 也得到 這是聽來的 這將媽祖的 這將媽祖的 後來禪中的弘揚教育法 媽祖是後來的江西一代 等於現在講 就是一個 他的聲光之下 自然形成了一個大修修院 所以下面出家代家的跟他的很多了 他的這一弟子也好久 其實都為最重要的一個是白將產世 所以媽祖白將 白將 白將 這個 是 道號 是白將三 那個三名 實在很高 年輕的時候 像你們這樣年輕呢 跟到師父啊 媽祖啊 就是師債 所以師債啊 就招呼師傅 居師債旁邊 這個師債 你們都知道 這個 在師傅旁邊 好幾年 兩三年 做師債 很勤勞 也勤懇修法 有一天 晚上 晚別了 旁晚 媽祖啊 出來散步 看我們啊 精神啊 醒醒了 一個人 師傅出門 出山門外 散散步 事在 年輕的白將 跟著旁邊 江西一帶 野牙子很多 水牙子 江西 湖北 這一帶 都很多的 野牙子 有些江西 很多的野牙子 我們哪有 晚邊到 一整野牙子 飛起來 就飛過來 他正在走 白將也正跟在旁邊 看到 很好的風筝 這個畫面 一整野牙子 一整野牙子 飛過來 馬祖就看到 就問 哪裡去啊 他飛走了 他是回轉來 就把鼻子 哎呦 他就哎呦 蹬下去了 馬祖說 你怎麼不說 飛走了呢 這個教育方 野牙子 哪裡去了 什麼地方去了 他飛走了 飛過去也 飛走了 飛過去了 飛過去了 所以他扭他鼻子 跟他 就哎呦說 他說你怎麼不說 不說 飛過去了呢 這什麼意思啊 這個叫禅畫頭 那麼禅宗後世這樣的方法 叫禅公安 把古人怎麼開悟的這個故事 這個歷史的真實的故事 再來禅一下 禅公安後世就比較少了 禅堂裡 所以清末以後的殘堂 只曉得插一個死的話頭 念佛日水了 禅公安就 比較哼哨哨哨哨 啊 那麼過去呢 啊 明朝之間呢 禅公安比較多 清朝以後就插死話頭了 這個就是公安 大家怎麼開悟 然後 然後 鼻子鳥痛了 他就說 你怎麼再不說 飛過去了呢 白將不打發了 馬就還在門口 看風箏啊 好啊 做什麼啊 好沒有記載啊 白將就離開 跑回房間 在他的廊房裡 就痛哭起來了 哭了 哭了 這一哭啊 同學們也好 同學請正式 問他 你怎麼哭了 他也不說 你想家啊 想回家過年啊 那你想什麼啊 為什麼哭了 他說 我的鼻子跟師父扭痛啊 這個同學們想 這個也不是了不起的事 師父平常也不會 他說 你們的鼻子好好的 都沒有扭過 怎麼扭 用這扭去你的鼻子 兩幾塊 他跑去問馬就 馬就聽了 笑笑 他說 哎 師父 什麼事啊 我們那個海師兄啊 再放開了 大哭 我問他 想回家嗎 他說 不是 他說 你把他鼻子扭痛了 這個馬就打了 笑了 他說 他會了 就這句話 他會了 是傳宗的腹法 一點沒有用什麼 網章啊 你們這些大修平宴的 講一句話 通通都聞起 弄個東西來 又說是供養了 給你就給你了嘛 什麼供養 供個什麼樣啊 弄個送信了 這個人發生了 發生了 我要 你給我好不好 乾脆拉倒 我這個人不會讀書 在書來講真話 你們書閱讀多了 滿口的書話 一口的書女 人家都聽不懂的 他說 你看傳宗總是講話 馬就說 人家說 海事這樣 就是說 哈 百丈 會啦 這個師父 這個師兄的 跑回來 快著講 欸 師父出了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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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了 他就 哈哈 大笑 所以啊 一下哭 一下笑 為了什麼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後面還很多啊 他還是教教做事者 這下做事者不同了 然後 媽祖是 大禪師 向他們說法 他兩個師父 百丈 跟媽祖 蓋蓋 崇嶺 創拜的宗教 就是副教的宗教 革命家 不管一切 就見了說 大家集體共修 啊 那個時候還沒有起來殘堂啊 就是集體一起修 大家種田啊 啊 自己自弄生活啊 啊 這個崇嶺制度 就是他兩師度 所以崇嶺將 百丈 清歸 就是他搞的啊 啊 那麼這個 該段 媽祖 他們 興拜了歸祖 媽祖向堂 就說 我們這樣 坐在上面 開始講課了 做一個看看 啊 這個崇嶺上面 有個竹簾子掛下來 一上來以後 把竹簾子拿起來 開始講課了 哈 他說 媽祖啊 上來要講課了 百丈 就坐在 要把竹簾子拿起來 等到 啊 媽祖一坐 坐上去 還沒有開口 百丈 把竹簾子拿了一半 喵 就放下來 走了 這樣啊 哈 就是傳宗做法 哈 所以 媽祖一生都不想 也不發脾氣 與媽祖的威念 那假設不對了 還得了 不發 回去 回去自己 兩方 方丈人也打坐著 百丈人過來站著旁邊 他說 剛才 我還沒有說法呢 你為什麼把蓮子放下 這個百丈人沒有打扶他 他放在旁邊 過去人用的呀 清潔劑 清潔劑 叫浮塵 用動物的尾巴做起來 就是現在打乾淨的 鞠馬打走了 那個時候不用鞠馬 用馬尾呀 用馬尾呀 這個百丈就看看那個東西 好了 馬祖就把這東西拿來放下 他說 我剛才還沒有說法 你為什麼就把蓮子拿來放下 百丈就看那個東西 然後就轉過來看這個東西 百丈說 既此用 離此用 既此用 離此用 兩句話 兩句話 後來記下來 這六個字 既此用 離此用 馬祖一聽他 噗 有沒有加亂講兩個字 不知道 噗 他就趕緊把那個放回去 馬祖就補了一句 哈人原話 既此用 離此用 這些 詳細的夜生活前後還有的跌倒 你們翻五燈會員 翻紫月落 好像翻全燈落這一段 這些 叫做參公案 不是光 看古事 聽古事 他每一個動作 每個古事的 每一個劇動 包含了很深的 符法的心意